美国南卡州教堂枪击案 是否再次点燃种族仇恨 引发关注 中国维权律师唐精灵 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案开庭 法庭外多人被抓 美中第七轮战略经济对话 即将登场 多项分歧仍待解决 欢迎您收看6月19号 星期五的VOA卫视新闻 我是郑玉文 香港的政改方案被否决 这也成为中共建国以来 地方投票否决人大提案的第一例 这点明了哪些问题呢 另外中国当局再次拿出了 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 来审判维权律师唐精灵 今天晚上我们要听听 各界对此有什么样的反应 请您锁定今晚的VOA卫视新闻 节目一开始呢 我们先来看看 今天美国的头条消息 美国南卡罗莱纳州 一个黑人教堂 在星期三发生了严重枪击事件 造成9人死亡 目前警方已经逮捕了 21岁的白人男性犯罪嫌疑人 事件也引发了 美国总统奥巴马 还有许多美国人 对种族主义 还有大规模枪杀事件的担忧 我们下面先来看看 VOA卫视新闻的报道 伊曼纽尔教堂 创建于19世纪初 自成立之日起 就一直应对 歧视和仇恨犯罪问题 在民权运动期间 教堂成员只能秘密聚会礼拜 教堂也一度被全部焚烧 一位教会领袖 在华盛顿表示 那教堂依然存在 见证了非洲裔美国人的坚韧 教会的人和非洲裔美国人 都很坚强坚韧 我们经历过很多磨难 但我们依然能兴旺 成长 团结在一起 星期三晚间 发生枪击事件之后 很多人不断地在想 为什么会发生这种事 为什么有人会拿枪 到人们祈祷的地方 射杀做礼拜的人 一位人权活动家通过Skype 为美国之音回答了这些问题 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年轻人 心怀不满 对我们国家人口构成 不断变化和恼火 或许也对美国总统 这样的黑人出人头地感到恼火 于是就决定发泄怒气 这样他就不再是一个 默默无名之辈 而是可以成为世界史上的人物 因为他为百种人出了气 奥巴马总统 星期四发表讲话 对不断出现枪击事件 表示不安 他说 与其他发达国家相比 美国的枪击事件更为频繁 我不得不反复多次 发表这样的声明 而受害社区 也不得不反复忍受 这样的悲剧性事件 人们早先知道 这次教堂开枪杀人案 嫌疑人喜欢白人至上主义团体 及其标志 他在学校里学习不好 没有工作 也没有驾驶执照 警方在北卡罗兰纳州逮捕了他 并开始展开仇恨犯罪调查 全国各地的非洲裔美国人 对这一事件感到震惊 这起事件不仅影响受害者家庭 而且也影响我们所有的人 不仅影响黑人 也影响白人 每一个人 它牵涉我们所有的人 因为我们必须问一个问题 我们对发生这种事情负有什么责任 我们先前可以做什么事情 从而阻止这种事情发生 美国人在首都和全国各地聚集在一起 展示他们团结一致反对种族仇恨 美国之音记者霍克 华盛顿报道 那么美国总统奥巴马 在针对南卡州的教堂枪杀案 发表讲话时 他也特别呼吁要采取行动 来制止枪支暴力 下面继续是记者杨诚的报道 奥巴马总统表示 这类的悲剧发生在一个人们 寻求安慰 平静和祈祷的地方 令人感到格外悲痛 他借此机会谈到枪支暴力问题 他说这起事件告诉人们 由于一个坏人能够轻而易举地得到武器 而再一次让许多无辜的人丧失生命 奥巴马总统呼吁 美国应该尽一切力量制止枪支暴力 现在是我们哀悲和治愈伤痛的时候 但是我们要记住 作为一个国家 我们必须要正视这个事实 那就是这类严重暴力事件 不会发生在其他先进国家 这类事件不会在其他地方 如此频繁地发生 而我们有能力来解决这个问题 这起枪击案造成了九个人丧生 包括教会牧师平克尼 嫌疑犯是21岁的白人男子迪兰·鲁夫 他星期四上午在距离查尔斯顿 300多公里的北卡罗莱纳州的一个城市被逮捕 美国司法部正在调查 是否以仇恨犯罪来起诉迪兰·鲁夫 司法部长林奇说 美国不会容忍这种行径 任何文明社会都不会容忍这种行径 但是如何避免枪支暴力 在美国是一个有争议的话题 虽然美国近年来多次发生 造成重大伤亡的枪击案 但是国会一直未能通过 严格控制枪支的法案 VOA卫视记者杨晨国会报道 继续我们要把镜头转向中国 中国卫生律师唐金龄等三人 被控煽动颠覆国家罪 在今天开庭审理 法庭外有多名支持者被警方带走 当局还拒绝了外国使节 旁听的要求 到底今天庭审的情况如何呢 我们下面先通过电话连线 先请辩护律师刘正清 刘律师来为大家进行说明 刘律师您好 您好 您好 欢迎您来到美国近 我们先来看看 我们知道在今天上午 庭审还没有开始以前 您就被警方带走了 当时是一个怎么样情况 简单跟我们谈谈 时间要近 我们昨天晚上 我们有六个律师就就在一起 主要是方便到这个广州市中级法院 为了不迟到 我们也是为了终析纪律吧 所以我们六个律师就就在这个广州市中级法院 这个附近 今天早晨八点钟左右吧 我就和附近 younger κι 也就是王谦言的律师 就下去吃饭 吃饭我们吃饭饭了以后 我们就看到另外一个律师 也是我们这个律师辩护团的一位律师 就被五六个警察他丢查 我们就过去看 去问一下怎么回事 后来就知道了 这个李贵生律师 他因为他接下来发微波 后来这个警察就把他威胁了 他也没有人在身边 以后他去盘查 我们就过去 我们就很平和地问我 你们是怎么回事 你们不能拍我们的叫 他从此就拍我和律师辩护团的叫 律师辩护团的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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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我根本没有做什么 后来他们那个警察 就把我和律师辩护团的 拉到警戒下 所以要把我们带到 太子守护团笔录 他这个警戒这个过程中 他警戒里面 把我们的包和手机 强生的强者 我手机里面的一些数据 整体都把我刷了 把什么听的手也搞伤了 我的这个脖子搞得现在都很成 那么刘律师 是我们知道他们除了这个 搜走了这个手机之外呢 那么也对你们暂时的控制了 你们的自由 那么现在我们想要了解的 就是在法庭内的情况 我们知道唐经理律师 是他自己曾经在狱中 写了一封自辩书 但是没有被当局所采纳 今天唐律师他在庭审的时候 他有发言吗 您又是如何的来为 唐律师进行辩护的呢 简单跟我们谈 对 我就把今天的情节 告诉你们 我们情节以后 我们建议法庭以后 因为有东西人家属 被这个鬼宝 或者警察阻拦 因为他们有这个 法院的这个狂行病 但是不用他们病 或者我们去提出这个 这个交线 也不是扣译吧 比如说如果是家属不道庭 我们这个情节 不能开 这是第一个权利 后来就涉及到 有几个程序问题 是 刘律师我们知道 今天 今天令 是 我就是想 就是三个的这个被告 都在 有调料 思考 那么根据这个 嘴高院的司法解释 就是 他们这些的不是暴力犯罪的 开庭的事 是不那个大 这个借据的 可能我们的确定的交线 因为 同志明 之前就写了一个 辩解材料 交给检察院 检察院呢 有交给了法院 所以我呢 作为同志明的辩护律师 我就向法院提交了申请 但是法院一直就不给我们 不给我们 后来我们 同志明呢 以前写了一份这个 辩解材料 我们中央最快 把这些提出 我们要拿到这个 辩护材料 因为我们作为辩护律师 我们挺便 要知道他的辩护意见 总之呢 这个损犯料呢 不同意 所以同志明呢 就作出了这个威胁 因为他就说呢 如果是 您绝对全力都保险不了 那么呢 他想解评律师 但是呢 这个广州市中局 他说想今天 把这个庭去开完 去走一下构杂 他们就完成了任务 这个时候呢 他们就 他们也是作出妥协 去把这个 酒疗手考也解开了 是 刘律师 对不起 我们因为时间的关系 我们最后想请教您 30秒时间跟我们谈谈 您认为这个审判 它可能会在什么时候来宣判呢 你们对于宣判的结果 您有什么样的预期 这样呢 根据法律决定 就是他要纯写委说 后来六个律师 六二三个变化 都解决了我们六个律师 那么根据法律规定 还要给15天时间 给他找律师 那么律师呢 肯定要一趟时间 要熟悉这个案件材料 所以如果是要 重新找律师 那么制造要有 12个月以下 15天以下 这个时间 好的 要重新看这个情 好的 我们非常感谢 这是刘正清律师 他要解决我们的 不是他们对我们不满意 是因为这个东区 违法 违法这个法律程序 我们律师 没办法去保证 他的核华权益 那么我们不一步去变 配合他 对程序没意义 好的 我们非常感谢 刘正清律师 那么从刘律师 刚刚的说法 我们也听到了 今天唐精灵呢 与律师 他的六位律师 是解除了律师关系 那么未来可能 还需要一点时间 来重新寻找新的律师 那么今天呢 实际上在庭审前夕 遭到警方带走的 还包括唐精灵的妻子 汪艳芳 可以说过去十多年来 她与唐精灵 因为参与维权运动 遭到了当局 无数的骚扰和打压 我们下面为您 继续连线汪艳芳女士 来我们谈谈今天的庭审 还有她这些经历 汪女士您好 你好 非常感谢您来到美国之音 跟我们谈一谈 警方当时为何要抓你 他多久以后 才让你回到法院 您今天是不是 进入法院听审了呢 对 今天早上的时候呢 是我们和您这个家属 是八点钟的时候 因为这个有一个前面的铺垫 就是说从十八号的时候呢 我们本来是安排了家属 在那个冰店的附近居住 我们本来就已经跟那个 跟那个 宾馆呢 已经学进了 就口头已经进了 进了房间 但是呢 我们去完吧 已经两个小时 转过来的时候呢 他们就跟我们解约说 没有 实际上呢 已经有宾馆居住 所以被迫呢 我们有两家的家属呢 就不可能是回到 自己居住的地方 就比较辛苦一些 所以到第二天早上的时候呢 我们很早就为七点钟 在门口再等候 一直在等的时候呢 我们的这边家属呢 是 严吉平的家属和 唐靖宁这边的家属呢 站在门口的时候呢 有被他们那个警察 来查证证 我们以后来询问 后来得进我们 这边的家属的时候呢 他们安排我们 让我们八点四五分 进到那个 开庭的那个里面 进到 进到房间里面去 在我们进了 这边的时候呢 我们跟 王岐古宁的家属 一起 就一起 一起招呼那些 前面的一些 比较 老 比较 老弱 对 他们比较 连累大的人 前两天进去 我们在后面呢 在招呼 他们在进去了之后呢 我们发现呢 就是说 我当时发现 就有个变异 就一直在 不停在拍 拍我 所以呢 我当 我走上前的时候呢 就询问 这个他 为什么要拍我们 那个被拍的 那个拍我们的这个人呢 他就说是 他就回话的时候呢 就很不客气 说得很不好 是 汪女士 他说我在拍时 对 所以除了 除了在场外 在场内 你们都有遭到 骚扰的情况 在今天 那么跟我们谈一谈 我们知道当局是以 这个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 来起诉唐金林律师 但您认为 真正起诉的原因 他背后的原因 到底是什么呢 简单跟我们谈谈好吗 他背后 起诉他们的原因是吧 他真正的原因是什么呢 他比较关注于这个社会 他想通过这个 干击的非暴力 公民不合的运动呢 他提上这个 非暴力 公民不合的运动 希望很多的人来 接受这个 非暴力 公民不合的运动呢 这个理念 希望呢 中国能够 和平的转型 和能够 和平的政改 是有这么一个想法 在这 所以呢 他们这次起诉 他的时候呢 是以 以他 对全国性的网友 推荐那个五本书 其中呢 有结案下谱的书 和他们研究所 的那个五本书 来推荐别人 去看这个书 这个实体证据 就是说 是 好的 我们知道 汪女士您跟这个 唐金龄律师多年来 也因为推动 这个维权运动 遭到当局的多次打压 丢掉了工作 那么被骚扰 被传唤 被关押 那我们非常感谢您 在今天抽空 接受我们的访问 祝您平安 也请您多多保重 谢谢您 那么继续我们看到了 包括了中国维权律师 唐金龄 在内的人称 广州三君子 被当局指控犯有 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呢 在今天开庭进行审理 法庭内是许多人 不得其门而入 法庭外 警方在大量的抓人 这似乎已经成了 中国审判 异议人士的固定场景 那么针对 唐金龄案 今天的开审 我们下面继续通过连线 为您邀请在 美国哈佛大学 访问的 中国维权律师 滕彪律师 来谈谈他的看法 滕律师您好 是 滕律师我们来看到 这又一次的 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 又一次的 这样的一个场景审判 作为中国维权律师 您有什么样的感触呢 对 现在 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 和这个颠覆国家政权罪 用的比以前多多了 抓的人也 比以前多很多 那 唐金龄 他们三个人 我都很熟悉 他们 尤其唐金龄 他很早就开始 这个 从事这个维权的活动 在 在整个中国 他也是和许志勇一样 一个非常非常 典型的 非常重要的 维权人士 那同时 他也是非常温和的 来推动 非暴力 不合作运动 那连 这样的这个活动 都被贴上 这个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的 这个标签 这也表明 中国 人权状况 是在明显的 急剧的恶化 是 那么藤彪律师 我们最后还有点时间 想请教您的就是 我们知道 中国当局在1997年 把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 纳入中国的刑法当中 这么先来 已经有许许多多的 异议人士 因为这个罪名 而被判刑 那么中国当局 在接受外界的质疑的时候 经常反驳说 在英国 在美国的西方国家 也有煽动罪的一些 相关的法条 那么根据您在美国的观察 美中两国对于 所谓的煽动罪的定义 到底有什么样的不同 他们的裁决 也有什么样的不同呢 中国的这个说法是太可笑了 中国跟美国它在法律 基本制度 政治制度上都是完全不同的 一个是非常侵犯人权的 一个专制国家 一个是非常开放的民主国家 那中国原来这个反革命罪改成了 这个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 它就是实质都是一样的 都是对异议人士 对民间维权人士的一个打压 那在美国呢 这个言论它也有可能入罪 那这个在什么情况上呢 就是在即刻而迫在眉睫的危险 就是明确的 而且是迫在眉睫的这种暴力的危险 有可能导致这种危险的言论 才有可能被定罪 所以它在实践当中 无论是批评美国的根本制度 还是政党 还是国家领导人等等 这都是完全是这个言论自由 它可以自由的集会 可以阻挡 那跟中国是完全完全不同 是 滕律师 最后我们还有30秒时间 跟我们谈谈 您对于唐金龄律师案子 他的审判 还有他的判决可能结果会是如何 您有什么样看法呢 这个我对这个结果很不乐观 因为从前面 前面许志勇伊利哈姆等等 很多案例来看 现在当局不但要降低抓人的门槛 抓的人多很多 而且在量刑上也比以前要重很多 但是我觉得这一次这个案件 这几位律师的表现非常突出 我也非常赞赏 那我觉得国内的抗争 这些公民的围观 包括国际上的压力 媒体的报道都不能放弃 都还是有用 那我也希望国际社会能够加大压力 对这样的这种案件 能够继续关注继续支持 我觉得的话判的会更重 好的 我们非常感谢这是腾飘律师 抽空接受我们美国之音的访问 感谢您 稍后回来 中国的资深记者高瑜 在狱中传出了健康恶化的消息 稍后我们将有详尽报道 请您休息一下 我们马上回来 我们没有认识 如果他没有认识 那是我的工作 需要在另外的方面 还要在做一个平衡 做一个反弹 做一个结果 而非比较能够 欢迎您继续回到VOA卫视新闻 被中国当局判处7年徒刑的 中国资深记者高瑜 传出了健康恶化的消息 中国当局今年4月 已向境外非法提供国家机密罪 将高瑜判刑了7年 中国当局的重判也遭到了国际社会的强烈谴责 那么到底目前高瑜的状况如何 我们下面为您连线高瑜的弟弟 高卫先生来说明情况 高卫先生您好 你好 感谢您 那么先来跟我们谈谈 高瑜他现在到底被关押在什么地方 身体的状况到底如何呢 高瑜现在还继续关押在那个 北京市第一看守所 他是 这周一吧 就是6月15号 我和他的高瑜的 我是和高瑜的儿子破例 被允许见到高瑜 因为这个高瑜这个关键是 他现在面临着他上诉以后 面临着二审 律师已经提出来了 希望能够开庭审判 提出是两个理由 第一个理由就是 这个案子就是争议太大 第二个理由呢 就是拥有新的证据 希望能够开庭 因为在二审的情况下 可以不开庭直接宣判 所以这种情况下呢 这个也破例安排我 和高瑜的儿子 见到了高瑜 这样的他 在情况呢 我看到他呢 就是精神很好 也可能是因为 见到我们的原因 谈笑风生 表现就很坚强 但是他原因呢 其实很消瘦 从目测来看呢 我觉得呢 他起码瘦了二十斤 七岁也不太好 那一次发黄 这个是我最担心的 因为他毕竟七十一岁了 那么高先生 您的姐姐 她有没有跟您提到 她在狱中 有没有得到相关的治疗呢 目前他在狱中 所受到的待遇如何 这也是我最担心的 因为他这个 在自入监狱以后 一年多了吧 去年四月后吧 这个病情 每次律师去 因为我这是第一次见他 这个律师见他的时候 都是每次都有病 而且这些病 都在纠缠着他 这个心脏病血压膏 前一阶段又是 每年二十症和皮肤过敏 每年二十症和皮肤过敏 是很痛苦的病 悬晕 因为皮肤遭痒 但是这次高一跟我谈的 重点谈的是他的心脏 他最近一段来连续心脚症 因为那个美尼尔施症和皮肤病 那是很痛苦的病 这心脏病是要命的病 所以我很担心这个问题 是 那么高先生 有没有听说 您什么时候能够再见到高瑜 还有有关于他的这个上诉 什么时候可能重审 有没有这样的一个消息呢 现在这个他的上诉 这个北京市高级法院 已经接受了 关键是这个开庭不开庭 这个问题还没有答复 一定听出申请 就是这个问题 这个至于他这个 再次见到高瑜 我估计是 可能要等盼了以后了 入肩以后才能见 好的 我们非常感谢高卫先生 在今天抽空 就给我们来解说 有关高瑜女士的情况 还有案件的相关的发展 那么美国之音 也将持续地为您追踪报道 请您锁定美国之音的广播 还有电视节目 您也可以登入 美国之音的中文网 来查询我们的报道 或者留下您的看法 我们的网址是 VOACHINESE.COM 接着我们再把焦点 转回到美中关系 我们知道美中两国的官员 将要在下个星期展开 第七轮美中经济 战略和对话 那么在此期间 双方着重地去讨论 大家共同面对的挑战 还有机遇 这场要在华盛顿 举行的三天会议里 美国的高层外交官 也将提出中国的人权记录 那么中国据称牵涉入侵 美国网络安全系统 以及北京在南中国海 有争议的建设问题 我们下面先来看看 记者多金斯的报道 美国和中国高级外交官 去年在北京参加战略对话期间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说 有问题并不可怕 关键是双方共同努力解决问题 即将开始今年的会谈之际 美国官员表示 两国将重点讨论气候变化 这类共同关心的问题 以及双方都关切的 伊朗和朝鲜的核计划问题 但是助理国务卿丹尼尔·拉塞尔说 也将讨论中国的人权记录 限制公民社会在中国活动的空间 你们记者在中国行动所面临的障碍 内部很成问题的非政府组织法草案 已经引起这么多的关切和反对 我毫不怀疑 那些都属于可以而解将要提出的问题 中国在南中国海 有争议海域的一些岛礁上的建设 也是美国关注的一个问题 拉塞尔说 我们正在寻求的是这样一个南中国海 在那里来自菲律宾 越南和马来西亚的最小船 都能够怀有在同一地区的美国最大军舰 能够展示的同样信心在国际水溢航行 亚洲问题分析家考夫曼 在美国国会众议院的一个听证会上发言说 区域强国都在等着瞧 美国是否将履行他就中国 在南中国海不可接受的行为所说的话 我倾向于认为 如果美国没有作为 如果中国这些长期主权要求成了气候 而美国继续追求在所有这些其他领域的关系 该地区的国家就会说 好吧 你一定不是真的说话算话 不过亚洲事务顾问格拉泽说 在这个问题上 美国独自对中国的影响力微乎其微 这的确是一个全球性问题 保持南中国海稳定 关系到世界各国的利益 每个国家都有航运业务经过那里 在战略对话期间 美国官员也将提出 中国在美国数据资料泄露事件中的 可疑作用等问题 例如本月初公布的那次事件 可能暴露了数百万现任和前任 美国政府官员的个人信息 格拉泽说 我认为这是美中关系中 最棘手的问题之一 他说 美国和中国在这个问题上 没有取得任何进展 尽管事实上这个问题 已经在政府的最高层讨论过 美国之音记者多金斯 国务院报道 那么就在美中战略经济对话 要举行的前夕呢 美国国务院也以三个名词 来说明美中关系 那就是非常复杂 有因果关系 以及需要扩大合作 但是美方也强调 不会对双方有分歧的地方 视而不见 这其中包括了人权 南中国海 还有英特网的安全问题 表演卫视祖国务院记者张荣香 现在已经来到我们演播室 我们请他来说明有关情况 荣香你好 我们刚刚看到新闻当中 有关于亚太住亲拉塞尔的一些说法 谈到了即将要召开的这场会谈 跟我们谈谈在这次会议上 到底有哪些议题是与以往比较不同的呢 是的 这次对话呢 美方至少有九个机构 八名内阁官员来参加 中方除了外交部 中国人民解放军 也将有代表出席 层级非常高 下个星期一 战略轨道之下的 美中战略安全对话 首先登场 由副国卿布林肯 还有中国的外交部副部长 也就是前中国驻美大使张燕水 来共同主持 那么接下来再展开 战略经济对话 两轨并行 此外还有着重两国 人民交往的 美中人文交流高层磋商 也就是英文所简称的 CPE 一 在这个架构之下 也将举行了美中妇女 领导者的交流对话 目标是减少妇女 在参与经济活动时 所遭遇到的障碍 值得注意的是 美国国务院和财政部 将和中方举行了三个 共同会议 第一 讨论清洁能源 降低温室气体排放 第二 保护海洋 以及维护生态 第三 为发展中国家 以及面临危机的国家 来提供援助 另一方面 美国国务院的年度人权报告 不久即将公布 美国将在这次对话中提出 中国人权 新闻自由 以及非政府组织 所遭受的限制等等问题 香港的普选 也将是美方所关注的 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看 国务院的亚大助兴 拉塞尔怎么说 谈到人权 公民社会在中国运作空间 受到的限制问题 记者在中国工作受到的阻碍 中国纳部问题很多 并引发很多担忧和反对的 非政府组织管理法草案 毫无疑问 这些问题可以 并将会在战略与经济对话 以及人民与人民间交流磋商的 会议过程中提出来 我也肯定基于香港立法会 昨天就普选权进行的投票 我们也会对香港局势 进行一些讨论 对于最近传出 美国联邦雇员的个人资料 被黑客投卸 尽管美中双边英特网安全 工作小组的会谈中断 美国将通过美中战略安全对话 提出网络安全的议题 此外 社交媒体牵涉到人民的交流 美国也将在CPE之下 来提出这个问题 郁文 是 那么荣祥 我们知道除了人权议题之外 美中两国对于海事安全 也有很大的分歧 那么对此国务院 有什么样的最新表态吗 国务院亚太助卿拉塞尔表示 美国希望避免军事冲突 而随着中国的发展 美国希望中国致力于 以符合国际法和国际准则的方式来行动 并且和邻国维持健康积极的关系 接下来我们来看看拉塞尔助卿 怎么说 美国避免军事冲突的决心没有动摇 这也适用于美中之间 军事冲突不利于任何一方 坦白说 这不是我们在南中国海面临的问题 在美中对话中 南中国海问题固然重要 但从根本上来说 这不是美国和中国之间的问题 这是一个中国和其他声索方的问题 是中国和多盟国家的问题 坦率地说 这是中国与国际法的问题 也是有关中国的未来与抉择的问题 既然南中国海争端 不是美国和中国之间的问题 那么为何美国如此高度关注呢 因为这牵涉到航行自由 飞越自由等等国际法所规定的原则 以及区域的稳定 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看 国务院的发言人科比怎么说 现在的通行自由问题 是有一些填海造岛工程引起的 不过这些问题最令人担忧的方面 是其中一些工程的军事化 考虑到他们十分靠近这一地区 其他国家宣称拥有的岛屿 这会使局势更加紧张 美国政府强调美中关系非常复杂 要看到什么成果就必须种下什么因 在扩大合作范围的同时 美国对于双方的分歧 不会视而不见而会坦诚 直接讨论 郁文 好的 我们非常谢谢荣湘 来到现场为我们所做的报道 美国精英也将持续为您深入的报道 这场美中之间的新高层对话 请您锁定美国精英节目 或者登入美国精英的中文网 来查询我们的及时报道 您也可以发表您的评论和看法 我们的网址是voachinese.com 那么就在美中第七轮战略经济对话 举行的前夕呢 在美国的中国问题专家也指出 美中双方应该要界定 在网络安全 在南中国海问题上 到底有什么样的底线 并且设定谈判的进程 我们下面继续来看看 记者方斌从纽约发来的报道 曾经担任克林顿总统 国家安全事务特别助理 和国家安全委员会 亚洲主任的李坎如 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指出 下周举行的美中战略经济对话 双方有机会找到 在两个重大议题上的底线 这对减少双方日益严重的 互不信任非常重要 而这两大紧迫问题 就是网络安全和南中国海争端 我认为进行对话的双方领导人 应该多花点时间 找到这些问题的底线 在习近平主席9月底 首次国事访问前 确定这一对话应朝哪里走 需要达成什么成果 以减少最近几个月来 影响双边关系的紧张和摩擦 李肯如指出 虽然他不期待下周的对话 会有重大突破 但其成功与否 可看作观察习近平访美 能否成功的重要指标 下周的对话成功与否 取决于对话能否采取行动 就双边谈判进程达成协议 以使9月习近平国事访问时 有希望产生建设性成果 所以在习近平访问华盛顿之前 三个月的现在来观察 下周进行的对话 其最重要的部分是很明显的 星期三 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 邀请著名智库布鲁金斯学会 三位中国问题专家 就美中战略经济对话 和习近平访美进行讨论 该学会中国中心主任 李成在发言中强调 过去两三年里 习近平最紧迫的使命 使经济改革和遏制腐败 虽然他在政治上走保守路线 但他认为不能排除条件成熟时 习近平会推动政治体制改革 到了一定时候 中国经济的发展 中国社会的成熟 它必须要有一个相应的 政治制度上的开放 尤其是你要做一个 创新的一个经济的发展 你要跟世界有更多的互动 这些是世界发展的一个潮流 也是中国社会政治进步的 一个指标 我想在这个问题上 应该说他是知道的 该学会中国中心的经济学家 杜大伟认为 美中对话中经济议题相对独立 不会受双边政治关系太大影响 但他指出中国经济需要继续改革 以减轻经济增长下行带来的风险 他认为改革的阻力 主要在地方政府 中国需要更多的农民工进城 为支持消费 甚至全家都应该进城 政府应该拨出更多的资金 支持他们的教育 支持他们的下一代 很显然大城市都在抵制 户籍制度改革 生产力最强的一些城市 在这方面没有什么进展 杜大伟希望这次对话 美中之间能在国际经济议题上 有更多合作 比如希腊问题 美国之音方斌 赵江 纽约报道 我是杨晨 您正在收看VoA卫视 欢迎您继续回到VoA卫视新闻 香港立法会在星期四 以28票反对 8票赞成的大比数 否决了官方的政改方案 香港民主派还有北京中南海的这场博弈结果 它凸显了什么样的问题呢 今晚我们媒体观察主持人海涛 就要来为您继续的深入分析 我们先来欢迎海涛 海涛你好 你好 郁文 是 海涛有这样的结果 可以不免说我们看到场外这些民主派人士 是欢声雷动 但是对于这个北京方面建制派的议员 可以说是灰头土脸 很多人甚至把它形容是香港回归以来 这个中南海遇到的最大挫败 你怎么看 那么如果我们光从这个 就是选举这个角度来看 应该是从中共那么建政以来 就是60多年来 它在这个选举方面的 这个一次很大的一个挫败 那么香港和中国大陆的 有不同点在于 香港是一个独立的政府 它有自己的银行 有自己的金融 有自己的系统 那么中国大陆呢 不管你各30个省市区 都是在中共党的领导下 那么香港呢 偏偏没有这个党的领导 它是一国两制 所以出现这个结果呢 从理论来讲 并不是特别出乎意料 是 我们知道 从香港的民主人士 从雨伞运动 从战中运动 一直到现在 这一年多来的一些抗争行动 到现在得出了这样的结果 有人认为这是民主派的胜利 他们的胜 他们的得又得在哪里 对于中南海来讲 他们的失又失去了什么 是香港的民心吗 先从民主派的得来看 那么从这一路走来呢 每年这个民主派的游行也好 就是雨伞活动也好 雨伞革命也好 都是不断地受到这个 北京还有香港政府的 就各方面的打压 所以它的结果呢 一看都不好 大家以为这次那个选举呢 立法会选举呢 也会出现同样的结果 因为立法会呢 香港立法会有70名议员 那么民主派只有27名 在相对来说占少数 那么为什么这回以少博多 他们反而胜了呢 这就是说 就是北京呢 还有香港那个建制派 所谓支持政府派的议员呢 他们起码犯了一个战术上的一个错误 而且这个错误呢 是他们跌得就要很大 所以这一得一失 主要在这个投票结果就反映出来 是 我们知道在建制派内部 自己都有很多的批评声音 甚至还有人说 发声明说 建制派议员真的是 好像比猪还笨 居然会犯这样的一个错误 有的人说他们是 就是说 他们最大的吃党饭 砸党锅的这个 吃饭砸锅论 是 那么海涛 最后我们实际上 还有个很重要议题 我们知道 包括在海外很多的民运人士 还有关心中国民主的人士 也非常关心 这是香港的这次表决 主要就是这个结果 可能对海外的一些民运运动 可能会带来一些启示或启发 跟我们谈谈 有什么样的一些影响 是 比方说 离香港很近的广州 比方说唐经理律师 跟我们谈到 他们都一直非常关注 这个香港的这个民主选举 因为2017年 这马上就到了 这个选举 对法会选举 对这个香港的政改方案 能不能在17年正式实施 有非常重大的影响 如果能实施 就说明着中国 北京 他们这么多年来 他们的政改方案 就得到了贯彻执行 如果不能实施 就说明建制派 就是说明民主派 他们在这个策略上 起码是打了很大的一仗 而且打胜了 那么在这个方面 对中国大陆的那些 所谓民主意义人士 是相当大的一个鼓舞了 就是说 只要你抗争 总会有结果的 是 我相信 这也给北京了一个 非常大的警惕和启示 相信他们也可以 从中看到一些教训 那么非常感谢海涛 来到我们节目现场 谢谢海涛 那么观众朋友们 今天我们的媒体观察 文字内容 还有我们的相关视频 也将刊载在美国之音的中文网上 我们欢迎您登陆查询 或者发表您的看法 我们的网址是 VOACHINESE.COM 明天6月20号 是全球难民日 稍后我们要看看 全球的难民危机 到底有多严重 请您休息一下 我们马上回来 有人这样战算 而能够因此 能够产生带动的作用 我觉得这值得不回应的 很多外国人觉得 不是日本 而是中国改变的那个现状 你把真相吃 才让大家知道 中国政府一直 我觉得没有去中 最坏的估计 目前看来 最多是擦枪走 我觉得这个说得不对 最近在美国 一连串的警察 开枪致死事件 导致警察是更频繁地 来使用随身摄像机 希望能够争取 最大的透明度 不过这些相机的使用 也引起了对公民 对执法人员双方自由 还有隐私的担忧 我们下面就来看看 记者拉斐尔 在华盛顿的报道 从手机拍到的南卡罗来纳州 警察打死一个没有武器的人 到巴尔地摩和其他地方 关于警察乱开枪的抗议和暴乱 美国的执法人员 引起社会的密切关注 今年5月 奥巴马政府宣布拨款 2000万美元 为数十个地方警察局 推广使用随身摄像机提供资助 在美国之音和华盛顿 新闻博物馆主办的市政厅会议上 与会成员说 随身相机的出现 引起了复杂的法律问题 亚利桑那州图森市 警察局长罗伯托·维拉·赛诺 通过远程视频参加了讨论 他手下的1000多名警察当中 有些人使用随身相机 他对此感到担心 有时候情况变化迅速 一个警员很可能 没有时间打开摄像机 所以有人说 那好吧 就让摄像头一直开着吧 但是警察的隐私怎么办 例如他们吃午餐的时候 甚至当他们去洗手间的时候 乔纳森·史密斯 是哥伦比亚特区大学 法学院副院长 更复杂的问题 是你在面临性侵案的受害人时 如何处理 面临家庭暴力的受害者时 又如何处理 当你走进一户人家办案 会产生连带的效应 让那个低收入家庭 无法再享受公共福利吗 会让父母失去 对孩子的监护权吗 你如何保护他们的隐私 不被其他人 在网上人热搜索 并发布出去 对执法人员来说 另一个忧虑 是关于视频证据 在起诉中的作用 所以你经手一系列 艰难的情况 然后开始写报告 如果报告和拍摄的 有不一致之处 我一点也不惊讶 此外 如果你口述的和录像 不是那么吻合 那么我们的司法制度 将面临被颠覆的风险 这很危险 与会成员一致认为 新技术的采用 能够激起公众的 愤怒和不信任 因此执法人员的披露 和媒体的报道 更需要准确 美国之音 维拉塞诺 华盛顿报道 希腊总理他保证 会找到解决 希腊债务危机的办法 使希腊的经济 能够恢复增长 同时留在欧元区 我们下面来看看 记者布朗所做的报道 希腊总理齐普拉斯 星期五保证说 一定能够解决债务危机 下星期一 欧元区各国领导人 将召开紧急峰会 就希腊债务危机 达成一项协议 欧元区19国财政部长的会议 对决定国际债权人 是否在6月30号 最后期限前 再发放82亿美元救助资金 至关重要 希腊必须在6月30号前 偿还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18亿美元的欠款 希腊财长瓦鲁法基斯 星期四在卢森堡 向国际债权人 提交一项建议后指出 是债权国方面的原因 导致未能达成协议 我们非常接近于一种 接受现状的心态 我敦促我的同事们 不要让自己有这种心态 我们能够谈成一个好的协议 希腊政府认为 而且决心 促成解决希腊危机 所需要的信心 星期四的会议结束后 欧元集团主席迪塞尔·布洛姆 仍不能确定 希腊建议的可行性 和各国领导人 是否愿意 就希腊的未来 做出艰难的决定 他基本上就是说 我们去落实欧元区 已经同意的东西 因此不那么有说服力 我们需要的是可信的措施 以填补财政缺口 让经济回到发展道路 但那些措施不受欢迎 也不容易实施 现在的一个大问题 在于希腊政府 是否准备好采取那些措施 因为对于希腊来说 那些措施是必要的 如果他们还没有准备好 那么他们就是让希腊的未来 面临巨大的风险 希腊人这个星期 聚会支持政府 反对为获得更多援助资金 而采取不得人心的紧缩措施 国际债权人 要求希腊提出经济改革方案 以打破救助会谈 所陷入的僵局 德国是希腊最大的债权国 德国总理默克尔星期四 向议会议员们表示 他对达成一项协议 仍抱有信心 美国之音VOA卫视报道 北约各国一共有2000名军人 目前正在波兰 参加北约快速反应部队的 第一次演习 来自波兰 捷克 还有立陶宛的特种部队 星期四在波兰西部 举行实弹演习 美国还有波兰战机 以及德国装甲车 也参与了军演 北约领导人说 这次的军演是为了让 对俄罗斯在乌克兰危机中的作用 感到担心的 东欧盟国能够放心 持中间偏右立场的丹麦反对派 在星期四举行的议会选举中获胜 反移民联盟出人意料的强势表现 帮助反对派赢得了选举 初期正式计票的结果显示 以前首相拉斯穆森为首的 反对党联盟 赢得了179个议席中的90个 而现任首相施密特的中间偏左联盟 仅获得85个席位 由俄罗斯支持的乌克兰东南部反政府武装宣称 他们在乌克兰的独立 为他们的独立自主而斗争 并且要把乌克兰从亲欧洲 亲西方的基辅政府解救出来 但是尽管反政府武装打着独立自主的旗号 乌克兰东南部地区 却是越来越依赖俄罗斯 饱受战争摧残的顿联茨克的居民 也无力在关心他们的政治命运 下面我们来看看记者施瑞福 发回来的报道 顿联茨克的咖啡馆老板伊莲娜说 以前他们可以从乌克兰西部 获得许多品种的咖啡豆 但现在只能买到两种 俄罗斯供应商正在迅速接手 反政府武装夺取的商店 与此同时 与那些通往西部的检查站 物流延迟长达十个小时 这样的局面会直接影响到我们 因为许多商品都缺货 在超市里 货物种类变少了 仅存的商品价格飙升 对于有些人来说 到超市购物都变成了奢侈的事情 更不用说去咖啡馆了 伊莲娜则说出了一个越来越普遍的观点 她根本不在乎谁来控制这片地区 最重要的是停止战争 这样我才能安心工作 走在街上也不用担惊受怕 人们可以健健康康的 没有流血牺牲 这才是最重要的 还有我根本不在乎谁来接管我们 乌克兰总统发言人罗斯基斯拉夫·帕弗伦科说 反政府武装首领仅仅代表他们自己和莫斯科的利益 他还说基辅政府会就独立问题进行谈判 重新恢复经济联系 但前提条件是双方停火 这样政府才能确保充足的社会保险金 并且发发给需要的人 而不是落到激进分子手里 在顿涅茨克的一家银行 人们用俄罗斯卢布交养老保险 而很多其他的出口商品 比如煤矿也越过边境运输到俄罗斯 反政府武装一直想成为俄罗斯的一部分 直到莫斯科当局拒绝了这些提议 不过顿涅茨克大学的历史学院院长 柴克森·吉利尔认为 可以说就算卢干斯克人民共和国 和顿涅茨克人民共和国 现在还不是国际公认的独立国家 他们有一天会被承认的 即使他们形式上是乌克兰的一部分 反政府武装明显得到俄罗斯的支持 而且他们还在寻求俄国政府的指导 普通民众们却只想要和平 他们根本不在乎谁赢谁输 美国之音师瑞福 顿涅茨克报道由海伦播报 一名菲律宾商人 他在星期五展示了一幅将近 三百年前的地图的复制品 他要用来证明 南中国还有争议的斯卡伯勒浅滩 也就是中国所说的黄岩岛 历来就是菲律宾领土 这幅地图2012年 在伦敦苏富比拍卖行 被菲律宾的商人维拉德拍下 这是一名西班牙神父 在1734年所映制的地图 菲律宾政府已经向海牙的国际法庭 提交了这幅图画 以反驳中国有关南中国海的 九段线主张 休息一下 稍后我们还有更多的消息 为您报道 马上回来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明天6月20号是世界难民日 联合国的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公署 发表了年度的最新报告 他们指出世界正面临史上最严峻的难民危机 但是全球的应对措施却一直不足 人道组织也呼吁要举行全球高峰会议 来解决这个问题 我们下面来看看记者李奇威尔 从伦敦发来的报道 联合国说 截至2014年底 全球超过600万人口被迫离开家园 这是人类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人口迁徙 萨迈赫和家人一起逃离了叙利亚战争 这个星期他们在地中海的一条船上被救起 然后被送到意大利 他说 这个星球上没有人不热爱自己的国家 但是叙利亚的局势 让人不得不为自己为妻子和孩子 寻找安全的庇护所和安全的国家 今年以来 十万多难民跨越地中海来到欧洲 其中近2000人死亡 联合国难民署发言人贺希奇说 欧洲的危机远不是全部 他说 地中海可能只是我们在全球所发生的 唯一一个可以看到的地方 我们不要忘记全球86%的难民实际上在发展中国家 过去四年来 叙利亚是造成人口迁移的最大的因素 许多叙利亚人到邻国避难 人数将近400万人 叙利亚的邻国 比如土耳其试图遏制难民潮 国际特赦组织谢一说 他们几乎没有得到国际社会的支持 国际特赦组织认为 非洲难民被世界遗忘 在非洲撒哈拉沙漠以南有300多万难民 真正令人吃惊的是 许多国家既不是难民的源头也不是目的地 那些迫害民众 侵犯人权的国家却在欢迎难民 他还说上个星期因为没有国家接纳 缅甸的罗西亚族难民 被迫在阿达曼海上漂流 就凸显了一个事实 那就是全球的难民应对措施不足 不过现在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 为他们临时提供了安置 联合国说 世界正在进入一个危险的时代 难民危机的规模 超过了人道救援反应的能力 过去五年世界各地共爆发了15起冲突 其中8处在非洲 3起在中东 叙利亚 伊拉克和野门 另一个在欧洲 乌克兰 这些史无前例的人口迁移 需要史无前例的反应 他说唯一的长期希望是政治解决 但是许多冲突现在还在加剧 被迫逃离家园的人数 还在继续增长 美国之音记者李奇威尔报道 我是樊东宁 我是叶博弈 两岸关系最新发展 锁定海峡论台 欢迎继续回到VOA卫视新闻 节目最后又到了我们的OMG美语时间了 一块去看看今天白杰 要教大家哪些最新最流行的美语 大家好 欢迎来到OMG美语 我是白杰 我们今天一起来看看我们的新浪微博上的粉丝 帕鸡鸡的流流 体话题就是各种甜品 sweet tooth sweet tooth sweet tooth 喜欢吃甜食 what should we get for dessert 我们甜点吃什么 we just finished eating dinner and you're already thinking about dessert sorry i have such a huge sweet tooth i love dessert 不好意思 我特别喜欢吃甜食 我爱甜点 chocohol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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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巧克力狂 i don't really like sweets you pick 我不太喜欢吃甜食 你挑吧 well i am definitely a chocoholic i'm happy ordering anything with chocolate in it 我绝对是巧克力狂 只要有巧克力 我点什么都可以 sweet and sou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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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m a big fan of sweet and sour candy my favorite type of candy is called sour patch kids they're so good 我最喜欢酸酸甜甜的糖 我最喜欢的糖叫 sour patch kids 超好吃 好 请评论告诉我 do you have a sweet tooth what's your favorite type of dessert what's your favorite type of candy ok bye bye 好 谢谢白杰 以上就是今天晚上第一小时的 VOA 卫视新闻 如果您有任何建议或看法 我们也欢迎您发送电邮来 地址是VOA新闻atgmail.com 我是郑玉文 也请您不要走开 继续留在电视机旁 收看稍后宁星为您主持的焦点对话 节目最后 我们来看看在我们迎接端午节的时刻 在英国的这场龙州大赛 祝您有个愉快的周末 我们下次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转发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